因政府强化民防动员方案替代役也纳入民防体系 为了有效运用替代役被役役男人力支援灾害防救任务 台中市政府举办112年替代役被役役男演训召集 召训台中市被役役男346名 实施EMT-1初级救护继续教育训练课程 培养被役役男自救和救人的能力 学员们仔细地练习各种救护的动作 以应变突发状况的发生 因应政府强化民防动员方案 替代役也纳入民防体系 台中市政府配合役政署举办替代役男演训召集 实施EMT-1初级救护继续教育训练课程 我们替代役纳入民防系统三大支柱追 我想所以我们今天的备役演训 这工作就特别的重要 当国家社会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替代役的被役男 除了担任后勤的辅助性工作以外 必要时刚才市长也提到了 我们的防灾 我们的救护 我们的治安 都需要我们役男朋友 大家一起来贡献心力 演训课程为延续召集人员 救护员的专业技能 除了基本概念课程 还有成人小儿心肺复苏术 颈椎固定术等基本生命急救及救护技术 持续强化照训人员对救护的认识 希望能成为国家紧急救护的重要支援能量 保家为国不是口号 平常的演训非常的重要 也因此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我们每一段时间 我们会依法来进行议男的召集 备议的议男 各位都不过意 备议的议男召集要进行演训 因为台中市政府 对于这样的演训工作 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今天亲自读师 活动营共招训台中市 备议一男346名市长表示 希望透过训练培养 备一男自救和救人的能力 当国家有难社会有灾害时 配合各动员系统的运作 各司其职保护国家维持社会安定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